为了祝贺新天皇登基 日本最近号称放了历来最久的十天年假 放完假之后 上班应该是活力充沛吗? No 反而很多人抱怨是非常的倦怠 甚至号称经过了一番沉淀之后 反而很多人想辞职了 但在日本的职场文化之下 辞职是一件很难启齿 而且往往处理起来很麻烦的事情 因此这时候 有一个先兴行业就开始兴起了 就是带你来辞职 带你齐口 带你处理一件麻烦事情 日本媒体对这个新现象很有兴趣 他们继续探究之后 发现如今在这个复杂的工业社会体制之下 带你做事 反而成为了一个很多人想寻找的新行业 带行 究竟在日本社会 已经成为了一个什么样的新景观呢? 三部时被上司臭骂 日日夜夜活在主管淫威之下 好想离职却说不出口 这不仅是电影情节 而是过去许多日本上班族的共同新生 进而郁郁出一种新兴职业 叫做代客辞职 代客辞职顾名思义 就是帮你提离职 不用出面 只要透过电话 或是社交软体讯息进行委托 就能和公司一刀两断 代客辞职 让广大的小职员们宛如看见救星 因为日本大企业离职 得从人事部 课长 部长 一路各别面谈至本部长 麻烦至极 后续事宜全由代行者接手 避免各种尴尬 尽管收费并不便宜 正值员工三万日元 相当于台币一万块 服务推出人大受欢迎 根据网络调查 日本每五人中 就有两人有这项需求 业者也透露 每个月会收到约三百件的预约案 其中近六成伟通来源 是二十岁至三十岁的年轻人 传统观念认为离职等同背叛 而且会对长官和同事造成困扰 这对天生爱面子又怕惹麻烦的日本人来说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尤其日本各行各业 现在命令严重的人力不足 员工想休息却难以启齿 只好拜托第三者开口 媒体更发现 尤其黄金周十天联休过后 委托辞职的人特别多 不少人都是在休假期间 产生厌倦工作 或是职场转换的念头 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日本称之为代客服务的种类 多到琳琅满目 媒体上三天两头就出现谢罪新闻 从政治人物 企业家到业力人员 谢罪理由千奇百怪 现实道歉以得到谅解 对日本人来说有多重要 被课业者当然也不会放过这块商机 除了最基本的代替写信 或打电话道歉 还能陪委托者一起前往现场 日本这家代客谢罪公司 派遣员工多达七百人 有的人长相凶狠 有的人是大美女 还有人专门负责土下座 应付各式各样的谢罪场合 日本节目取得许可 一起前往道歉现场 直击代客业者 假扮当事人的上司 陪同谢罪 从外遇纠纷 交通事故 到做生意引发的冲突 业者经验丰富 可避免多说多错 弄巧沉着的情况 陪同谢罪价码 两万五千日币起跳 为了让事情更快圆满解决 许多人选择花钱了事 名为谢罪屋的公司 就骄傲表示 一个月最高能有五百万日元进账 更奇怪的还有这个 日本网站上竟出现了免费的 鼻毛外露通知服务 只要填图对方资料 网站马上寄信 告知对方鼻毛露出来 免去委托人亲口告知的尴尬感 虽然是半开玩笑性质服务 却已经有超过五十万人使用 又好比这一个三五好友帮办派对气声 看似热闹又欢乐 但其实这些人根本不认识彼此 全是寿星委托代课业者找来的 就怕被说没朋友 可以营造生活多彩多姿假象 多朋友出游购物 就连婚礼这般人生大事 也都帮你代行搞定 来自东京的新娘 就因为自己的好友 能出席婚礼的不到十人 觉得很没面子 才想找人冲场面 专业度绝不能马虎 其中一人作为新娘闺蜜发言 分享感言 竟然还让现场来宾哭到不行 看似离谱且蛮骗他人的服务 没想到日本却是未为风潮 而且越来越受欢迎 值得注意的是 使用者多为年轻人 显示传统价值观正逐步被打破 但什么都能代行 未免令人贪慰观止 感谢观看